全體其他新聞 一個12歲的女孩上星期日 在尤麻地被警員撲倒制服 其後票控違反限聚令 警方主動交由投訴警察課跟進 警察公共關係科 回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表示理解她的關注 已經主動將事件交由投訴警察課跟進 重申一直重視兒童權益 執法行動是基於保障公眾安全和社會秩序 至於8月31日的夜晚 一個人婦被警員撲倒的事 今警會收到一宗由第三者作出的 衰之會投訴 警方會跟進